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没看到小河 她觉得好渴呀 真想马上就喝到水 突然 乌鸦看到地上有个瓶子 瓶子里有一些水 终于有水喝了 乌鸦心里开心的呼喊着 并飞到瓶子旁边 乌鸦把嘴伸到瓶子里 可是瓶口太小了 瓶子里的水也太低了 乌鸦怎么也喝不着 乌鸦急得团团转 怎么才能够喝到水呢 乌鸦想到 如果瓶口再低一点 就能喝到水了 乌鸦一边想 一边叼起一块石头 准备把瓶口砸掉 不行不行 万一瓶子被砸破了 水就流走了 乌鸦丢掉小石头 转念一想 如果能让水上升到瓶口 那就好了呢 乌鸦拨弄瓶子旁边的小石头 忽然想到一个好办法 往瓶子放一些石头 水就能升高了呢 因此 乌鸦叼来好多小石头 小心地把它们放进瓶子里 瓶子里的水渐渐升高了 不一会儿 瓶子里的水就到了瓶口 乌鸦开心极了 它张口嘴巴喝了一大口 凉凉的 甜甜的 真舒服呀 喝了一会儿 它就在往瓶子里再放小石头 然后继续大口喝水 乌鸦喝完水后 感觉自己又有力气了 它要继续向前飞行 又飞了许久 乌鸦终于来到一个美丽的地方 这里有清澈的小河 还有绿绿的树木 以及漂亮的花朵 乌鸦开心极了 小朋友 今天的晚安故事 就到这里咯 晚安 亲爱的宝贝 祝你有个好梦 好 好 好